直观是福 佛家修行总纲理 总原则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离不开直观 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直观 你看看念佛堂常常提示大家 放下万缘那是知 提起佛号这就是观 由此可知 直观就是禅定 念佛哪里不是修禅呢 世尊在大基经里面告诉我们 念佛这个法门是无上身妙禅 道理就在此底 所以没有禅定就决定不能够看智慧 那我们知道念佛法门确实是无上身妙禅 你还起心动念想去学禅 想去做禅 这错了 你已经在修无上身妙禅了 而是你不懂得了 不知道自己所修法门的书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